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猜到了吗? 就是在图片上抹出你不要的东西 这个笔文生图 简单 有趣多了 第一部分 图片抹出插件安装与教学 Comfy Ui Lama Remover 有人建议老阿贝 不用每个动作都念 念重点就好了 试看看咯 先来安装Comfy Ui Lama Remover插件 输入Lama 如果有兴趣查看作者Github网页 可以点这边 安装完后记得Restart 开一个新Workflow 当你安装一个新插件时 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得到 在Comfy Ui桌面上点滑鼠右键 点选Add Node 这边应该要能找到你安装的套件 这一个套件有两个Node 另一个方式就是在 Comfy Ui桌面点滑鼠左键两下 在这边搜寻插件的名称 一样可以找到这两个Node 如果这两个地方都找不到的话 就是安装出现了问题 Comfy Ui Lama Remover使用教学 有很多人认为Comfy Ui很难 老阿贝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做什么 可以试看看老阿贝的方法 一开始你要先知道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以今天的例子来说 是要把这一张图片中的某些物件磨除 变成这样 中间的处理程序 在Comfy Ui中叫做Node 这个Node有可能只有一个 也有可能是一堆Node所组成的群组 Group Node有三个基本概念 输入 输出 以及Node本身的功能 以这个例子来说 Node的功能就是帮我们去除框起来的部分 最后让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 要再入一张图片 要预览一张图片 要有去除图片物件的功能 回到Comfy Ui桌面 一是要再入一张图片 在Comfy Ui桌面点滑鼠左键两下 搜寻Low Damage 二是要预览一张图片 Preview Image刚好在这边 三是要去除物件功能的Node 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 Comfy Ui Lama Remover插件 这三个都完成后 就剩下连连看 这个再入图片的Node 它的图片输出要接到去除图片Node的输入 同样的颜色才能接在一起 Mask遮罩也是一样的做法 再来将这边的Image输出 接到预览Node的Image输入 这样就完成了 很简单吧 不过这是教学上面的做法 一般的做法是先增加关键Node 然后再向外连接扩散出去 来做一次给大家看 这边最关键的功能 就是去除物件的Node 所以先新增Lama Remover 然后再扩散出去 在Image这边压住滑鼠左键 不放往外拉 放开滑鼠左键后 会出现选单 因为要再入图片做处理 所以选择Load Image 将Mask连接起来 Image的输出也是一样的做法 拉出来的选单 会是对应拉出来的属性 Image拉出来的选单Node 一定是跟Image相关的 这样就完成了 来测试一下 在图上面按滑鼠右键 点选Open Mask Editor 把要去除的涂成遮障 储存 按Q按钮来生成图片 大致上就是这样 简单的来说明 Open in Mask Editor的基本功能 涂抹涂抹涨 涂抹涨 涂抹涨 删除遮障 填充遮障 填充遮障 吸取颜色遮障 填充患润 填充妥复根 REDUE取消复原 反转遮罩 清除所有的遮罩 储存 取消 遮罩的形状 遮罩的大小 遮罩的透明度 遮罩边缘模糊程度 遮罩的平滑程度 遮罩layer的颜色 遮罩涂层 第二部分 图片的比较 图片的比较需要安装一个叫做RG3 Comfy的插件 在这边搜寻RG RG3 Comfy插件是要让您的Comfy UI更加的好用 只有Nightly版本 安装完后这边会出现一个进度条 有的人会出现在下面 这个可以做调整 来看一下这个插件是否安装成功 在这边 有非常多好用的功能 有空再开新影片跟大家详细说明 先来说说如何做图片的比较 先上程 预览图片 从这边的Image拉出来 这边没发现RG3 Node 你可以点Add Node来新增 或是使用搜寻的方式 这边老阿贝建议使用搜寻的方式 因为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插件 用Add Node的方式找起来会比较慢 因为是要比较图片 所以我们搜寻比较的英文Compare 在这边 这样是不是快多了 上面的Image已经连接了原始图片 还有一个要比较的Image还没有连接 来把它连起来吧 来试试效果如何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分享 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